好,那么我们首先呢简单的复习一下昨天的内容 那么我们昨天主要讲的是这个分类算法 对吧,讲了三个算法 那么首先来确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级的一个划分 第一个,数据级划分是什么 训练级与测试级 注意到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把数据级划分成训练级和测试级 那么测试级的目的是来干什么 是不是要评估你这个模型到底最后如果在应用当中 对吧,如果真的去使用的话 你这个模型效果怎么样吧 因为对你来讲,这个数据测试数据是不是未知的 你总不能说我把这群数据对吧 都拿来训练了,好,那你现在拿什么去评估啊 你怎么直接去上线 然后说这个你现在直接使用吧 使用结果看一下不好我再撤下来 是这样去用吗,肯定不是 是先得把你这个模型的这个效果 先得调好 然后再提供结果给别人使用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把训练级分成 把数据级分成训练级和测试级的目的 就是在这里 好,那么这是划分数据级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 Seglet Learn的API 那么这些API呢 关于算法的API都分装在了 这个估计器当中 Esteam的 估计器的这个流程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个流程呢 非常简单 就几步 好,那么这个 接下来我们讲的这几种算法 对吧 这个K近零 普苏贝斯 还有我们的决策数和随机森林 那么这几种算法呢 希望大家呢 对每一种算法的原理都能搞清楚 虽然说有的算法可能不太重要 或者说它不太经常使用 比如K近零对吧 那么有可能说这个面试的时候也会问你相关的东西 所以你最好呢 把这相关的这些算法的原理 它的这些这个基本的公式给记住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分类算法 那么我们这个分类算法昨天已经总结过了 那我们再不去再重复了啊 那么我们讲的昨天讲的分类算法 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种叫迭代的过程 迭代什么意思 是比如说我这次在上次的结果 我是不是要去这个更新或者修改好上次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一个迭代过程 就比如说你这个做产品 对吧 做产品 你第一次发布了一个产品 非常这个简单 对吧 只实现 比如说用户注册登录等等 好 第一次我感觉不满意 或者用户需求 需求比较多 你这个不够 那我接着干嘛 是不是要迭代在这个基本之上 再加一些功能 或者是去完善一些功能 是不是这样叫迭代的过程吗 所以呢 这个互联网这样产品的开发 有一个叫什么 敏捷开发 是不是就一步步迭代 先得做出来个东西 然后再迭代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算法 没有一个迭代过程 包括普斯佩斯 或者随机森林 它是通过一些基本的数学理论 比如说 它去这个计算概率 那么这个数据 只要你的数据定了 你的这个计算概率 是不是已经定了吗 因为它已经是统计次数啊 等等 这些是不是已经固定了吗 包括决策数 一旦你的数据已经固定了 那你计算星期商 计算星期增益 是不是也就固定了 对吧 一次性或者说一次性就能到位 对吧 一次性就能把你算法进行分类 就能到位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的一个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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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